所谓巨变无非是换了一茬茬权贵而已 而一个好官也注定不受待见 人世间中周炳毅被同事怀疑 被批判工作受阻 回到家后老婆痛哭着骂他 周炳毅无言以对只能安慰老婆 然后一个人在床上默默流泪 年轻时的他成天躲在家里看战争与和平 红与黑等禁书 在经历了上山下乡 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艰苦后 周炳毅成长为理想主义者 他想要做好官 办点好事 但总是事与愿违 生活有酸甜苦辣 事业和家庭难以平衡 周炳毅注定难做人 新百青演出了周炳毅的天真与美好 在世俗生活中的挣扎与为难 得到许多观众的称赞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难处 其实这个周家以小见大 就折射了中国很多家庭 很多个体的一些磨难 周炳毅和新百青身上 都有一些理想主义倾向 我的梦想其实特简单 就是能够生活得更自如 更自在 就是更享受生命吧 而这类人物 新百青并不是第一次饰演 2016年当陈凯歌把李白这个角色递给新百青时 新百青表示这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大唐盛世的符号太难演了 为走进李白的灵魂 新百青将郭默若写的《李白与杜甫》随身带着 把李白的作品《人物传记》反复研究 开拍前半年 无论是走路还是吃饭 他脑子里总出现李白的影子 等到开机的那一天 新百青看着眼前的繁华场景 美酒佳肴 仿佛真的浑穿到大唐盛世 当众人都在夸赞李白时 他却清醒地看到 自己的仕途即将破灭 王朝将走向衰落 众人皆醉他独醒 于是韩丽写下诗歌 云响一场花响容 这场戏一气呵成 陈凯歌看了后 对着新百青说 你就是李白 原本计划20天拍完李白的戏 可新百青演得太顺了 两天半就拍完 他也成为 妖猫转剧组中 NJ最少的演员 若非 群遇山头见 会向腰台 月下风 田庄仲认为 新百青身上有一种民国文人的儒雅气质 所以邀请他主演《小城之春》 而田进心认为 新百青气质干净 具有出家人的超脱和淡漠 邀请他出演话剧版青蛇 其实心无杂念才能气质干净又纯粹 而这样的人在演艺圈中十分稀少 新百青的父母是普通工人 他们对儿子倾注关爱的同时 赏罚分明 严格的家教 使得新百青形成了强烈的是非善恶观 从小到大 他很少做出出格的事情 单纯又善良 别的男生谈恋爱 花样百出 而新百青拿着一袋洗衣粉 向喜欢的女生朱远远表白 如此朴实的礼物 也让朱远远看到新百青淳朴的一面 他们在中心相爱 毕业后就结婚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传出过绯闻八卦 新百青也被朋友笑称是七管炎 在我眼里 七管炎是尊重妻子 尊重女性的一个体现 就是爱护 呵护老婆的一种表现 不爱炒作 不爱折腾的新百青 把剩下的精力都放在表演上 当他站在舞台上 灯光一开 周围漆黑一片 仿佛是在做梦 舞台上的新百青演绎着不同人的人生 冠小和卖有求荣做汉奸 一朝失事又成为阶下穷 营艺人被穷尽于敌果 忍辱负重 看他人脸色生活 他们的人生大起又大落 充满浓墨重彩 而演员新百青就像一个瓶子 将角色装进身体里 表现出来 那一刻 他的灵与肉是统一的 当灯光熄灭 角色的生命完结 演员新百青走下舞台 淹没在云云众生中